为何你们这样子帮着叶文言 烟花宫不是不管凡间之事吗 我都躺平任潮了 也连免这死鸭都闹到什么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 该让你们知道的时候 自然会让你们知道的 当然咱家也得提醒二位一句 有些事知道了 还真就不如不知道的好 对了叶四小姐呢 咱家来一趟不容易 怎么着也得给四小姐请个安 文言她不在府里 不在府里是在哪里 腊月十五那天去庙里烧香 回来时她的马车跑丢了 连着车夫一起都没回来 都没回来 没回来就是丢了 孙女丢了 你却跟没事人一样在府里坐着 老夫人这说不通啊 还请公公明示 老神应该怎么办 当然是应该去找 可若是找的话 四丫头的名声可就全完了 哦对是会坏了名声 女孩子家家的名声很重要 哎那不如这样 就请老夫人也丢一回 然后府里派人 以去找老夫人的名义 去找四小姐 这不就行了吗 您都这个岁数了 更名不名声的也不挨着 所以如此安排是最好的 老神岁数大了 实在经不起折腾啊 还望公公体谅 体谅不了 体谅不了 经不经得起折腾 那是你自己的事 反正咱家把话带到了 大年宫宴上 有人一定要见到 叶四小姐 如果到时候 叶家交不出人来 那可就 那可就不好说了 连师走了 叶红庄不知道 有没有找到 我要是再被扔了 那这座将军府 不就是老大家的天下了 我绝不允许 那样的事情发生 绝不